主料,西瓜皮500克,辅量,油,盐,葱姜蒜,辣椒粉,味精,酱油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西瓜皮洗净是厨里面的红柔,用削皮刀削去外皮,携招切薄片,加盐腌制两小时,趁腌制西瓜皮的时间来准备配料,葱姜切末备用,打算倒成蒜蜜,加入一勺辣椒粉, 一点水继续倒成蒜蜜辣椒,倒成这样就可以了,腌制好的西瓜皮倒掉里面水,再用清水冲洗一下,拆干水分,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凉白胎,用筷子搅拌一下,捞住拆干水分,放入盐,葱姜末,味精,少量白醋备用,起锅放油放入倒好的蒜蜜辣椒,凉锅凉油,开小火把蒜蜜辣椒煸香, 趁热倒在西瓜皮上,再淋上一点酱油,拌匀,盖上盖,放入冰箱速冻90分钟,取出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西瓜皮用盐腌制去除西瓜皮的色味,放入冰箱速冻取出再食用,非常入味,而且清脆双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